nasirけど 如果你在玩時 把父母來想 不要打電話 那你就會想一邊玩時 就跟他聊 duk 其實他在學習 專門會玩的 Cooknames Cooknames是在使用 整個對方由不同的間諜 有紅色的間諜和藍色的間諜 他們想認自己人 因為派了很多間諜 他們會找自己人出來 兩邊都會各自有一位玩家 做總司令 紅色的總司令,藍色的總司令 首先會在這塊卡裡 抽一張正方形牌 放一個站上面,只有總司令 那兩位玩家可以看到 然後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找回自己的間諜 怎樣做呢 這張牌你會看到 旁邊這些位置是紅色的 代表這次會由紅色隊先走 走先就會多一張 他們會有九張這些 而藍色只會有八張 一開始,總司令有什麼做呢 就會根據這個表 我會把這個表的框放在這裡 就會看到這裡 據個類子,紅色總司令 就說HIT 1 HIT就代表在這堆代號裡面 關於HIT HIT的 就有1,1 一張在裡面 那些紅色的隊員 就要想 咦,在這25個裡面 誰是呢? 他們就要商討了 然後想想想 不對,有BIT BIT就是打 跟HIT一樣 還要一張 他們就決定碰這張牌 那紅色的隊員 一碰這張牌 紅色總司令就會告訴他們 這張牌是否正確 根據這張牌 這個是正確的 他就會放一張 紅色的Spy 然後發現 自己人 然後就到對面 藍色隊開始猜 有其他情況 例如藍色隊 今次 這堆是藍色 他就說 3 2 藍色隊的隊員就在想 喂,是樹 關於什麼事 檸檬是樹 我們一碰 藍色的總司令 又會放一張 他今次說兩張 代表藍色隊員可以繼續猜 如果他猜錯了怎麼辦 例如他猜了 好像這張 學校也有樹 可能是 我們先試試 這張是灰色 會是一個普通視頻牌 放在這裡 代表猜錯了 一猜錯 就會回到對面組合 任何一隊 如果想猜一張 必輸的 那張就是X 大家會看到這裡 有一張X 代表是這張 如果任何一隊 在猜的時候 碰到一下這張 就是猜這張 總司令 無論哪邊的總司令 都會拿這張 這張叫做 阿沙仙 即是殺手 就糟糕了 撞到殺手 那隊員就會馬上輸 那遊戲怎麼贏的呢 就是其他一邊的總司令 所有牌 用完猜猜所有的人 就贏了 Cook Names 當然是一隻英文遊戲 而且學一個英文生字 其實是有益有趣的 而且我也跟一些羊仔 開過來玩過 其實英文生字不是太深 而且可以查了字典才開始玩 其實是 副娛樂家的學習 是一流 而且它也是之前 銷量第一次的遊戲 所以值得去看看大家 喜不喜歡這隻遊戲 那今暫時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喜歡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更多的遊戲影片 記得追蹤我的IG 還有Facebook 最後熱名就是Gameson Gameson 有一個遊戲專門店 大家可以在那裡買 這副棋 當然可以 還有其他的棋 都可以幫忙訂購 還有可以在上面訂位 可以玩其他不同的遊戲 逢星期日 我都會在那裡 教大家玩棋 從3點到10點 都會在那裡 如果有興趣 參加我這個活動 記得在我Facebook 發訊息給我 報名字 我之後的詳情 就會在那裡跟你說 好了 懂得玩 一定玩 CookNames